中華民國113年的3月9號 星期六的下午 那假日的下午 我要再來記錄一下 我們幫隔壁啦 我的阿晋 他整理的假接的落離的現況 來吧 走 從 他的眼睛安慰這裡 來 我們的標的啦 標的這一顆小心喔 好 我記錄的標的就是這一顆的酪梨 這一顆的酪梨 這一顆的酪梨在現在的時間是113年的3月9號 好 然後在去年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來 去年 看 來 去年齁 原先 原先齁 你看齁 我們去年有紀錄影片 到時候有興趣的朋友 你再回去看一下齁 去年這一顆的假接落離的這個地方 長了一個非常強勢的真木羊 超強的 以至於我們這個假接的接稅 長很慢 結果在去年112年 我發現的時候 我就趕緊跟 我的阿晋報告說齁 欸 過不了了 去過的真木羊 讓這個假接的接稅 發很慢的 所以那個時候 跟阿晋報告過後 我就拿鋸子 把真木羊 鋸掉了 那現在在113年的3月 來看一下 這個假接的這個接稅 目前就長了 你看 這個地方應該是我鋸掉的 它不但包起來 你看 假接的接稅 我記得這個是個A型花 厚熟不短色的酪梨品種 就是我們園子裡面 我們吃最多的 黑型的酪梨 就是很容易生 然後是A型花的一個品種 然後來了 經過 我想應該不到一年 在今年的3月9號 現在已經開始了 第一個枝條很堅壯 第二個都開始來花 然後以這個高度 一樣在什麼階段呢 尬心 尬心就是說 它如果在枝條可以留下枝條果實 你可以大膽地留幾顆 讓它開始殘果 因為酪梨炒完果之後 它會在它開花枝條的再長新燒 再長新燒 那這一顆是A型花 現在是下午的話應該是 我覺得不是A型花 你看它現在開的是母花階段 母花階段啊 等一下 那如果是母花階段 那它現在中間鑄頭很明顯 對 母花階段的話 那就會是 下午開是米花 是嗎 米型花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會不會是我記錯了接穗 記錯了接穗 因為還要再看一下 再看有沒有其他花 誒 剛開始在開而已 剛開而已 但是這裡也是這一朵 這一朵也是母花階段 下午開第一次開是米花 米型花的 那我們米型花的品種 那它剛有那種的 我最想要的那一顆 不是九五 是那個我們家旁邊的那一棟 那個叫做嘉林一號 不知道咧 喔 嘉林一號 那就更有價值了啦 因為我在家就會取追稅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確定品系的就會 然後不確定品系的 接到後面自己也會記錄錯誤啦 但是這一顆今天要特別講的就是因為 那個時候發生真木雅很強勢 那如果這一顆是米型 那我們去看另外那一顆 因為 那一顆是 我後來 死生的嗎 沒有 這顆是我嫁接過的 還給阿嬤叫他種在這裡 我給他的是米花 這樣現在配不到 配不到 配不到 這棟這棟這棟 喔 誒 那這棟工的 這樣對 這棟工的 這棟是熟花階段 所以這棟就是 那棟是熟花 這棟是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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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會配 這樣 最沒有 A花 配米花 這樣沒有 那棟有可能是家人 他就是我們的 那棟 那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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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還有一棟 現在 死生苗 死生他 死生他 死生他已經不在家了 沒在家了 什麼 誰不在家了 這棟是熟花 他沒有說什麼 不知名品種 應該是熟花 我去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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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熟花階段 現在是熟花階段 都亂了 熟花階段 熟花階段 所以是熟花 熟花 這樣是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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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熟花 下午開熟花 所以是熟花 來 再跟各位講一下 母花階段 什麼是母花階段 有沒有看到這朵花 這朵花 現在蒼蠅在旁邊 這朵花 中間的柱頭很明顯 柱頭有一點點站起來 直直的 旁邊的黃黃的還有 淺黃的還平鋪著 那個平鋪著 那個就是熊蕾 等這個 這個瓷花開完之後 像這個的話 明天早上才會 中間的瓷蕾就會 萎縮下去 旁邊的熊蕾它才站起來 可以提供花粉 這個就是 花粉要成熟 下午開母花就是B花 上午開母花就是A花 OK 很多人在問 在講一遍 這裡的花型這張是B 好 那張是A 那張A就是 秋可德 秋可德 不錯 秋可德 ABA BAB BAB 10深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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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的10深苗 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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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花 這張花 其實不可以 你不可以在這裏長 有看到嗎 中間沒有新燒出來 所以 其實它改進 這個金布 不可能會丟 不可能會丟 但是 我們這條懸山 那有去年有丟一顆 比這條大 大一顆 但是 如果他丟一顆 其實他的小型 全縮起來 沒有在大 就比較不會長大 所以 有數期間 還是 不要讓他掛過 不用刻意去把它摘花掉 就可以去發 因為他又來本意 他真的沒有注意去釣 你要把他的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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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應該是秋可德 晚生種的 哇 那種米花 那種米花 是 嘉靈一號的話 那就漂亮了 嘉靈一號是 目前 我們接觸酪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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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鋪鋪�鋪� 這個片尾我把之前剪除那個真木牙的那個影片 再接到片尾讓各位看一下 我以前有叫你做紀錄吧 有記的時間 我的記哪有的 應該找得到啦 如果找不到的話大家就想像一下吧 找得到我時間點對照會比較清楚 OK 那紀錄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 拜拜 又是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這旁邊都是真木牙 結果真木牙你沒有及時抹足 它是強勢的 它就長得很漂亮 中間的這個接穗 它就停滯不前了 來看一下囉 有沒有看到這一顆的酪梨子栽 接穗在這裡 A型花的 結果咧 你看 真木這麼的強勢 中間這裡 所以還好發現的算還可以啦 還可以搶救 所以待會我要做的動作 就是旁邊這一些真木牙全部把它剧除 讓中間的接穗能夠好好的去發展 還好有看到 當然今年你看已經掛了綠色小果 這裡 這裡有個小果實 看到嗎 鏡頭前面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動作 這個就是說有些時候你種了一些架接苗 當然包含了靠接等等之類的這些苗木 結果你沒有分辨即時抹除真木牙 結果造成真木牙強勢長過 那你後來你就會發現 哇 一樣的枝條 這個長勢那麼弱 你就把原來的接穗給它 剪掉或是鋸除了 那整顆植栽 就不是架接苗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動作 好 那我先從這裡鋸掉 好 拉掉之後就很清楚了 來這裡 鏡頭可以再帶進來沒關係 這邊 那你看當初架接的架接繩 我們現在要即時的把它拿掉 不然會把原來的靠接的地方 勒住了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 架接的標牌 我也順便把它鬆掉 讓這一顆若裡可以即時的大發展 那這個就是自己原子裡面的儀式 中埔青皮 然後再把它放到這裡 這個放了一下 至少知道它的品系 A型花 那儀式中埔青皮是 看花形 好 那我現在一一的把這一個 那一個 枝條 把它做 移除的動作 那這裡是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我就 從這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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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喔 這個珍木牙真是太強 好 好 鋸子壓住了 好 就這樣 好 這樣就把 這一顆 這一顆 真木牙 把它 救回來了 啊 現在各位看到的這一些枝條 啊 都是底下的真木牙 然後 這個才是結碎 啊 這個才是結碎 啊 這樣才是 好 所以 現在 我們今天 距離到之後 後面再來記錄一下 之後靠街的街水的發展 好 那我再把這裡 修 點整一點 好 那 這一顆就是一個A型花的酪梨 那 正前方那一顆大的也是A型花酪梨 所以 目前 這裡的酪梨的品性 還缺 B型花 可以 交叉粉的 然後到時候我們再選一顆 開花期 跟它重疊的B型花酪梨 到這個地方來地址 那 壽粉的效果就會大很多 那目前看起來 接碎 啊 就是 有一點慢了啦 但是希望還來得及 就是 這個地方 要讓它生長是這一根 以後底下長出來了 全部要抹除 全部要抹除 這樣才是我們靠街的品系酪梨 好 但是 那 你好 不會 是 好 謝謝 感谢观看